據加沙衛生部說,自從以下戰爭爆發以來,加沙的死亡人數已經達到4萬人 克馬斯去年10月發動攻擊,造成大約1200人死亡 2500人被靠為人之後,以色列開始攻擊加沙 星期四在卡塔爾首都多客舉行的會談目的是達成加沙停火協議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和美國中東特使麥格克出席會談 烏克蘭軍隊繼續在9日前開始的跨境攻擊俄羅斯 富爾斯克當局下令撤離另一個受影響的死區 現任泰國看守政府中最大政黨維泰黨說,選擇貝東丹擔任被解職總理塞塔的繼任人 維泰黨正在鞏固執政亂盟 幾千名印度婦女星期三在印度幾個城市遊行抗議一名建責醫生被監察 警方說上星期五這名31歲的醫生被監察後,引起當地局勢不穩 一名附警因涉案而被捕,這宗案已交給聯邦調查人員